伍缺 你不用担心 我没事的 小莱 谢谢你这些日子以来 你不解怠地照顾我 我真的武功尽失 黄无缺 你成了一个废人 我成了一个废人 无缺 如果想大哭一场 或是大吼一场 千万不要忍住 就尽情地哭 尽情地吼出来 千万不要闷在心里面 我没事的 我真的没事 是 我承受得住的 从小到大 你就一直习惯压抑自己的情绪 我就是担心 你会把这种情绪闷在心里面 你会把这种情绪 你会把这种情绪 没有 其实真的没有 江玉郎他是骗你的 他不过是要刺激你罢了 什么 我没有答应他 因为我知道 就算我让他就范 他也绝对不会放过我们的 可是那个禽兽 他后来还想强来 不过幸好评估他救了我 评估救了你 对 是评估救了我 其实评估 他并不是不知道江玉郎是个禽兽 只是 他已经爱他太深了 评估真是可怜 无缺 你大伤出狱 暂时别想那么多 还是先回房休息吧 嗯 来 姐 你活过来了 我哪会那么容易死 我只是归系了 我用名誉神功治疗我的内伤 江小驴 花无缺 还没有互相残杀致死 我还没有看到燕南天 痛不欲生的样子 我怎么能够死 姐 我背叛了你 你为什么不杀我 我是要你看见花无缺跟江小驴 怎么残杀致死 你越是关心他们 我就越要你看见 这个计划 本来就是你想出来的 吴缺 吴缺 小莱 想什么这么入神 我突然想起了两位姑姑 不知道他们在仪花宫里 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我在想 你是不是有话对我说 这一阵子 我们在一路上 不是听到很多风声吗 说江别鹤他们 马上就要攻打仪花宫了 我真的很担心两位姑姑的安慰 你是不是想回仪花宫 不行 你不能回去 我不让你回去 小莱 你听我说 我不听 我不要听 小莱 小莱 你听我说吗 我不听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我不想听 小莱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反对的 我当然要反对 吴缺 我们好不容易 从仪花宫里逃出来 又好不容易 从江别鹤的手中私利逃生 可是你现在 却又要再为仪花宫送死 江别鹤攻打仪花宫在即 大姑姑身受重伤 不知道是生是死 仪花宫大难临头 小姑姑也围在旦夕 我 我实在不能坐视不理啊 你回去 就算你大姑姑不杀你 万一江别鹤攻入仪花宫 你必定还是会死 你现在大伤出狱 武功尽失 你回去又能帮得了什么忙 小莱 我问你 如果你知道 你的爹梁大难临头 生死攸关 你明明知道自己没有能力救他们 难道你就会坐视不理 治他们的生死于不顾吗 两位姑姑养我育我 就像我的亲娘一样 虽然大姑姑爱我 不如小姑姑 但是我仍然爱她敬她 至于小姑姑的恩惠 那就更不用说了 现在他们有难 我还是一定要回去的 好 如果你坚持要回去 我跟你一起回去 不要 小兰 我不要你去冒险 我跟你不是没有同生共死过 如果你应是要回去送死 我愿意陪你一起去死 小兰 你还是跟张金他们一起上路 去找小鱼儿吧 我 我现在才知道 原来我在你心里 一点都不重要 不是这样子的 你知道我有多爱你的 你对我的爱绝对不吉一花工 还有你两位姑姑 不是这样子的 你不要这么说嘛 是 我连陪你死的资格都没有 我还算什么 小莱 你明明知道我的心 可是我不能只顾儿女私情啊 对 我跟你就是儿女私情 小依当前 你人下我不管 也是合情合理 可是要是我不大意 那就是我太小气 我太不讲道理了 对不对 小莱 原谅我 如果 我不原谅你 你是不是就不走了 好 既然你缺义已决 那你又何必来 回来找我商量 你要走 就走啊 小莱 我不会死的 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你要等我 如果你坚持离去 就不要再回来找我 因为我不想见到你 小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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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这样吧 小莱 华无群 我们直接到此为止 小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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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啊 如果你坚持要回夷花工 以后就不要再来找我 我不想看到你 我不想看到你 小莱 小莱 你听我说 小莱 他 爱上了你 爱上了你 注定的是你 我竖的侧底 爱上了你 爱上了你 早叶烟了分离 你 确定了悲劲 上天给了我 多少时间 全都给你 我忘了我自己 赶在生命里 有限的时间里 就让这一刻 停在这里 只要为你再活一点 我愿意 不管明天就算有更坏的消息 只要为你再活一点 我的心 我的心 就会满意 只要为你再活一点 我愿意 不管明天就算有更坏的消息 只要为你再活一点 我的心 我的心 小莱 原谅我 我不能不走 我一定会回到你身边的 大叔 Garvey 大叔 小莱 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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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走 小莱 花无缺 她为什么不此而彼啊 她为什么不此而彼啊 不要再提她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她坚持要回一花公 我不让她去 她却一定要走 你们吵架了 不是闹犯 是分手 分手 怎么可能呢 你们两个一直 一直深爱着对方啊 怎么可能 说分手就分手了 你不知道 我跟她说要分手 即使是分手 她也要去一花公 我现在才知道 我现在才知道 我在她心里 原来一点都不重要 花无缺 是爱你的 不过男人啊 不管她有多么爱你 不管她有多么爱你 在她心里永远有很多事 比你更重要 她是在她心里 她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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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崩内空无一人 作为宫女都不见了 会不会发生什么事了 大姑姑 小姑姑 大姑姑 小姑姑 大姑姑 大姑姑 大姑姑小姑姑 你们在哪 一花公一定是出了事了 不回来晚了 大姑姑 小姑姑 我全回来了 你们到底在哪里啊 你们怎么样了 我全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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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花公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要问姑姑是否平安无恙 无缺 小姑姑 你平安无事就好了 我还以为您跟大姑姑出了什么状况呢 大姑姑呢 她还好吗 大姑姑她还好 她的伤已经痊愈得差不多了 一花公是不是发生什么巨大的变化了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自从我放走你跟铁信兰之后 就把宫女都遣散了 现在一花公就只剩下我跟你大姑姑了 原来如此 你不是已经走了 为什么要再回来 我不是叫你走远一点 永远不要回来了吗 铁信兰呢 我和小兰已经闹翻了 她跟我提出分手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这一路上 就听见江别鹤 要号召江湖人士来围剿一花公 为了阻止她 我和小兰 就闯入了峨眉派去 想要先下手为强 杀了江别鹤 可是江别鹤 得到峨眉派的神席道长相助 还有各大门派掌门人都在 最后 我和小兰都落入她的手中 她把你们怎么了 她们正打算攻打一花公 想要拿我当人质 所以并没有杀我 只是 我和小兰 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 她们还废了我的武功 什么 她废了你的武功 不去 我的孩子 我和小兰 好不容易才死里逃生 你好不容易才逃出江别鹤的魔掌 可是却为了寄挂一花公的安危 所以赶回来了 而铁心兰一定是因为反对你回来 所以跟你闹翻的 对吗 你为了铁心兰可以不要自己的命 却为了我跟你大姑姑 可以放弃铁心兰 我小时候就死了父母 是两位姑姑救我回来的 养我与我 对吴缺恩重如山 我怎么能为了自己的私情 就不顾你们的死活呢 吴缺 江别鹤等人 我跟你大姑姑 是绝对应付得来 你还是赶快走吧 如果被你大姑姑看见的话 她一定不会放过你 我不能走啊 我是一花公的人 一花公有事 我要跟一花公共存王 你这个叛徒 你有什么资格跟鱼花公共存王 大姑姑 姐姐 你不要伤她 你不要护着她 要不然连你一起杀 小姑姑 吴缺的命是两位姑姑的 吴缺死而无怨 吴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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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死啊 姐姐 你太狠心了 你太狠心了 她是为了我们 才冒死回来的 她被江别鹤折磨得死去活来 还被废去了武功 现在铁心来也离她而去 她还不够惨吗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她呢 就算她是我们一花公 养的一条狗 你对她 多少都会有一些感情吧 不要碰她 还不快拿一颗冰心碗给她吃 既然要杀她 又何必要救她 我会救她 是想让她活得更痛苦 你心里明明对她有感情 却偏偏不肯承认 你可以骗得了别人 却骗不了你自己 你给我闭嘴 要不然 我这仗打死她 我这仗打死她 就等我看了 我这仗打死她 就能把我使命 我 reduction 我这仗打死她 我给你叻 我这仗打死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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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快 我就把我打死她 我抽了 你这是你 我这仗打死她 我这仗打死她 我让你 我这仗打死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姑姑明明出手杀我 是小姑你救了我 不是 我救不了你 是你大姑姑救你的 大姑姑出手救我 她不恨我了 她只是一时的冲动 你是我们的孩子 事实上 我是背叛了一花公 也难怪大姑姑要动气了 不过我也是不得已的 吴雀 你已经长大了 应该有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思想 有自己的感情 自己的世界 没有自我的人生 是很空虚的 我也希望 在我年轻的时候 能够有勇气去背叛 那你当初 为什么不离开一花公呢 姐姐 大姑姑 你别动 你真没用 竟然落在江明鹤手上 还被废了武功 吴雀觉得非常惭愧 没关系 有我在 就是死人 也可以救我 何况只是废了一点武功 连心 我们一起帮他发功 月朗 这次攻打一花公 是实在必行的吗 明天就要事事出发了 还会改变吗 可是 我好怕 大公主 祖儿公主真的很可怕 你别害怕 无论生死 我们 都会在一起的 能够跟你同生共死 这一去 就算没命回来 那也是值得的 平公 你真的 愿意为我儿死 真的吗 真的吗 月朗 你知道吗 你已经是我生命里的全部了 没有你 活着没有意义 有了你 死都不可怕 你帮我儿死 你 你 我 我 不过 你 我 你 伍密阿公 师父回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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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阳楚伯 万州一新 展阳楚伯 观众一新 这里就是仪花宫的迷阵了吗 好像没什么特别 不就是一个使领吗 仪花宫的人吹牛说不定吓唬人的 接下来才真正要进入最危险的迷阵 仪花宫的迷阵 不知道埋了多少英雄豪杰的白骨 绝对不是夸大煞虎人的 咱们一定要格外的小心 对 最危险的地方 也就是说在表面上看起来 像是一个没有危险的地方 神习道长所言甚是 各位英雄切莫掉以轻心 真的有评估带着我们闯进去 大家要一个跟着一个 千万不可以离队 也千万不可以碰里面任何的东西 好 我们现在就去铲平仪花宫 不成功变成人 只许向前 绝不后退 只许向前 绝不后退 我们走吧 小心 嗯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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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我也觉得很奇怪 我是按照以前的路走的 怎么就是走不通呢 啊 会不会 我看哪 啊 这个迷阵 很可能重新的布置过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哎 先别张扬出去 怕会乱了军心哪 嗯 啊 江大侠 既然现在已经有了意料之外的情况 我看我们不该再冒生命危险了 再说江湖上的领袖都集中在这 如果同时又不测 那江湖上就大乱了 哎 神习道长所言虽有道理 但刚才我们才大声疾呼 说什么 只许向前 绝不退缩 现在还没发生什么危险的事 这么快就退缩了 那传出去 整个江湖会耻笑咱们的 啊 神习道长 神习道长 江大侠 我们还在等什么呢 这位姑娘说可以带我们走过迷阵 能相信她吗 当然信得过她了 因为 她是我魏国门的妻子 哦 一花公虽然精通迷幻术 但邪不胜正 我们一定能够闯过去 把一花公消灭的 大家振作一点 继续往前走啊 对 大家振作一点 继续往前走 嗯 对 评估看你的了 不 武前 你的伤不但好了 武功也恢复了 而且我跟你小姑姑 把你的内功也提升了 谢谢大姑姑小姑姑 江别赫是我们遗花公的叛徒 我要你去迷阵里 把江别赫的人头给拿下来 是的 是的 不知道平姑是不是真的带她们一起闯迷阵呢 这 这 人好像又回来了 怪啊 咱们转了半天怎么又回来了 团团转的折腾了一天呢 就是啊 还是原地踏步 走来走去 还在原地 这姑娘会不会是遗花公派出来的奸细 带我们来送死了 这个迷阵被改过了 我也不知道啊 玉郎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说啊 咱们还是回去吧 别去送死了 怎么回去啊 我们已经迷路了 现在想走也走不了了 我们先杀了这个丫头 你敢碰他一个海报 各位 还没杀到敌人 咱们先自相残杀了嘛 大家镇定一点 我们一定会有办法出去的 这 这 这什么 这么多东西 哇 太漂亮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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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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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问那种呼吸 是毒气啊 好香啊 是毒气呢 是毒气啊 那种鬼 诵 是啊 是毒气啊 这种狂霜 是毒气啊 这种鬼 快 是啊 江大侠 这个民阵我们是闯不过了 还是想办法出去吧 是你们把我们带进来的 我们出不去 你们也休想活 是你自己心甘情愿要来的 现在愿谁呢 我们是相信神兴道长 跟江大侠现在才知道信错了 既然不信我 那你们又何必跟着我们呢 好了好了 大家不要吵了 现在大家应该一条心 想办法出去才对啊 这怎么办呢 出不去了 有毒啊 这花本是没有毒的 可是会把有毒的命方引过来 这花本 怎么办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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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啊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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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狼小心 带我们出去 否则我杀了他 捡取他的毒 你们跟我来 你们再往前面走就可以出去了 如果你们敢对评估不好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记得 走 爹 看了花卧圈是不会带追来的 苹果昏过去了 把他放开吧 这丫头真不重用 这次差点被他害死 杀了他吧 反正啊 他已经没什么可利用的了 不行 不能杀他 为什么 难道你对他动了真感情 这种女人 我会对他动真感情吗 但是 他可能还知道一些夷花工的重大秘密 先打听清楚了 再杀也不迟啊 更何况 他已经任由我摆布了 他必成大患 千万不要放任何的感情在这个女人身上 这样只会误了大事 爹 你太小看孩儿了 那个神戏道长也死在民婚镇里了吧 就怕他死不掉 连他都死的话 那整个武林 都将是我的天下 走吧 救兴 着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very Mashable 原来是平姑出卖仪花宫 为江别赫他们带路 难怪江别赫够胆闯进来 小姑姑 你都知道了 你在谜阵中所做的一切 我都看见了 小姑姑 对不起 我实在不忍心看着平姑惨死 她深深地爱上了江玉郎 才会被他们父子两利用 她并不是存心要背叛以花宫的 幸好姐姐正在练功 否则恐怕不单平姑要死 你呢也可能再死一次 谢谢你小姑姑 不过让那江别赫逃走 真是可惜 江别赫逃不了的 就算我们不杀她 燕南天也会杀她 燕南天 小姑姑 你所说的 就是在江湖上销声匿迹二十年 绰号天下第一神剑的燕南天 除了她 还有人配得上燕南天这三个字吗 我听江小瑜说过她的事情 听说她以前 隐居在恶人谷里 后来一花宫 在恶人谷里展开一场大屠杀 之后就不知所踪了 对 那一场大屠杀之后 她就消失无踪了 一花宫屠杀恶人谷 是不是就是为了她 她跟你大姑姑之间 有千丝万里的恩恩怨怨 小姑姑怎么会知道 她一定会杀了江别赫呢 因为 因为江别赫她该死 怎么会无缘无故地 提到燕南天呢 是我先提起的 我在江湖上行走的时候 听到过她的事迹 有点好奇罢了 你不用好奇 我已经做了决定 我会离开一花宫 我要把燕南天找出来 要跟她清楚地做个了断 姐姐 你真的决定去找她吗 我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大姑姑 你的伤势 都已经无碍了吗 我的伤势不用你操心 无缺 我问你 你是不是我跟你 小姑姑的弟子 是不是移花宫的人 当然是 我永远都是两位姑姑的徒弟 移花宫的弟子 好 是你自己说的 那么 我要你陪我 跟你小姑姑走一趟 怎么 不愿意是不是 心里一直想着铁星兰 想过去找她是吗 那你就去找她呀 不要说什么 跟移花宫共存亡 不要再说你是移花宫的人 我 姐姐 求求你 饶了她吧 哼 其实 你陪我的日子也不会太多了 一旦找到燕南天 一旦找到燕南天 我必须跟他来个生死决斗 到时候 我们两个都会死 大姑姑 你跟燕南天的仇恨这么深啊 无缺 你愿不愿意陪我走过 我人生最后的阶段 送我的钟 无缺当然愿意 有你这句话 我也觉得很安慰 那好 我们走吧 好棒 黑大哥 你好厉害 我们把鱼烧来吃吧 好啊 我肚子好饿啊 好 真的好香哦 就快可以吃了 嗯 黑大哥 你真了不起 刚才你拉的那条蜘蛛丝 在河面上飞来飞去的 只要你开心 我可以每天飞给你看 真的吗 如果可以的话 下一次你让我跟你一起飞好不好 只要你喜欢 可以啊 你常常都说 只要我喜欢 你什么都会做 是不是 只要我喜欢 你真的什么都愿意做 没错 就算叫我去死 我都愿意 你真傻 我怎么可能叫你去死呢 鱼 你的手 鱼都脏了 不要管那条鱼了 你的手怎么样 有没有烫伤啊 我看一看啊 没关系 九姑娘 没关系 这条鱼给你吃 这条鱼都脏了 裴大哥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对一个人好 是不需要什么原因的 我们是不是认识了很久 那么以前 我们是不是也常常这样 开开心心的 不是 我们从小就认识 可是以前 你从不走近我半步 真的吗 嗯 为什么 因为我是你家的下人 我不配 以前真的是这样吗 你说我家里 非常的富有 那我一定是一个 不可一世 目中无人 忍忍讨厌的富家千金 你不是 你不是忍忍讨厌 你是很可爱的 黑大哥 如果我以前 真的曾经看不起你 对你不好 既你不要怪我 我从没有怪过你 就算以后 我也不可能会怪你 我认语 staircase 说 你小心点 你 有个质的 我想说要质的 非正常 Of Ask 自由 是你自己给自己画的 我画的 那么这幅画是我送给你的咯 不是送的 是我从你那儿偷的 偷的 在我心里很喜欢你 但你却那么高不可拍 我只有把你的画像带在身上 想像时时刻刻跟你在一起 爱上了你 爱上了你 注定的是你 我输的侧底 爱上了你 爱上了你 早预言了分离 确定了悲剧 上天给了我多少时间 全都给你我忘了我自己 赶在生命里 有限的时间里 就让这一刻停在这里 只要为你再活一天 我愿意 不管明天就算有更坏的消息 只要为你再活一天 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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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满意